我们介绍电磁波 电磁波 Electromagnetic waves 那我们前面所学的这些电学 磁学 我们把它归纳起来 就是这四个定律 这个是什么定律啊 高斯定律 第二个学的这个是什么 磁场的高斯定律 然后再来呢 我们就学到安培定律 对不对 再来我们就学到法拉第定律 这四个定律 这个定律我们用得很好啊 我们解决了好多问题啊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科学家Maxwell 他发现这四个equation里面 这两个 就不对称 安培定律跟法拉第律不对称 为什么不对称呢 因为法拉第定律里面说 如果磁场随时间改变 他的周围会产生电场 他反过来呢 如果电场随时间改变 他周围应该产生磁场啊 所以这一项里头应该有这个电场的时间变化率 这一项才对啊 但是他没有 那么这个Maxwell就在这个地方下了很多的功夫 那么我们看看 我们拿现在就是最简单的方法来介绍给各位 他这个思考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RLC电路 RLC电路 这是一个交流的电压 这Switch还没有扣上 那就是都没有电流了 但Switch一扣上以后呢 就开始要有电流了 对不对 这一扣上啊 这个就代表扣上去了 要有电流 某一个时刻电流是I 但电流要有一个回路了 回路 这回路上面每一个点 我们都称它叫做节点 那么根据克希和夫的电流定律 流进节点的电流 要等于流出来的 你看这个随便早一点 流进去的一定等于流出来的 这个都是哦 唯独在这里 你把这个金属板 这个几板 拿来看 有电流流进去 可是没有电流流出来 没有电流流出来 这个几板呢 没有电流流进去 却有电流流出来 这不是很奇怪吗 难道这个地方 不适合于克希和夫的电流定律吗 那么Mexo就这么想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电容器放大 变成这样子 放大 假定这两个是一个无限大的击板 无限大 电流从这里流进去 于是它就该在这里堆积正电荷 对不对 那这一面呢 就堆积了负电荷 因为有电流流出去 当这个几板 这里有正电荷 这里有负电荷的时候 当中不是有电厂吗 这个电厂我们学过 那么这个 我们现在就看 这个电流等于什么东西呢 我们把电流跟几板上的电荷的关系拿出来看 它就是 有电流流进去的话 几板上的电荷一定随时间增加 所以IF一定等于DQ over DT Q就是几板上的电荷 那么这个当中 当这个有Q 这个有Q的时候 当中会有电厂 这个电厂我们以前学过 它就等于Sigma over Epsilon Zero Sigma就是它的电荷密度 那么这个电荷密度就等于Q被A来除 所以这个一场是等于这个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Q 从这个式子就可以变成 Epsilon Zero A乘一体 对不对 把这个带到这里去 I就等于这个 这IF就是从这边进去的 从这边进去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 从这个几板这里流出来的电流 我们就当作是这个 因为它没有 跟我们一般的电流不一样 不是I嘛 对不对 那它是什么 原来它是电厂 随时间改变 而产生的这个 产生的这个电流 其实这个应该是 电厂随时间改变 会在这里产生磁场 那么磁场就会有电流 对不对 有电流才会有磁场 就是这里一定是有磁场的存在 我们先记得这个 现在我们来看 这就是我们刚刚倒出来的 那这个呢 就是刚刚那个电容器 我们现在把这里 把这个几板 用一个 虚线的这个 这个体积 维生的一个体积把它围起来 这个我们就 把它叫做超节点 超节点 它不是一个点 但是它又像节点一样 有电流流进去 有电流流出来 超节点 那么 流进去的是IF 对不对 它流出来的呢 应该就是这一边 从这边流 从这个超节点 这是流进去 从超节点里面流出来的 应该是这个 因为我们刚倒出来是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就把 ε0 乘到这个里头去 为分 ε0乘1 那就是Electric Displacement 那它就是等于A 乘上DT over DD over DT 这就是它的电流 然后如果我们 把A除过来的话 就是变成电流密度 电流就是 D的时间变化率 就变成了电流密度 这个电流因为我们现在是用 Electric Displacement 来表示 所以这个电流我们就称它叫做 胃移电流 流进去的是这个 流出来的是这个 胃移电流 胃移电流是这个东西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就要问了 到底 这个是不是电流 Mex说是把这个当作是电流 因为流进去的是这个 流出来的就算这边就算电流了 是不是电流呢 那因为它跟我们一般的 Conduction Current不一样 你不能用电表啊什么来量它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用电流的特性 因为有电流就会产生磁场 对不对 那我们就看看 这里有电流 那这个当作会不会有磁场 会不会有磁场 那么后来我们证实确实有磁场 那我们现在 去把安培定律 我们重写一下 安培定律 B.DL Closed Path Integral 是等于Muling I Enclosed I Enclosed 那是包括什么 I S 现在另外有一个ID Electric Displacement 我们前面不是还要介绍一个IS吗 Surface Current 可是这里没有讲到磁性物质 就没有这个东西 应该是这里头 要加IS加ID 反正可以有电流的都算 因为它没有磁性物质 所以只有ID了 ID就是这一项 那么 这就是安培定律 你多了一项这个呢 就对称了 就跟那个法拉第定律对称 这里是说 电场随时间改变 会战胜磁场 可是这种写法 它是把这个电容器 这极板 当做很大很大 当中的电场是均匀的 就是跟Space没有关系 虽然它会随时间变化 但是跟空间没有关系 是这样子的 但是实际上不是 这个当中的这个电场 靠当中很强 靠两边就比较弱 它也是空间的函数 如果电场也是空间的函数 也是时间的函数 那你对时间来为分呢 就不可以用一般的为分 要用什么 Partial Derivative Partial Derivative 再用Partial Derivative 刚刚我们是把这个 当做均匀的 均匀的 所以 这个直接乘A就好 就是说里头的 这个值都一样大 它事实上不一样大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呢 就不能把这个东西乘A 要把这个 对 多个一个面积基数 然后对整个的这个面积 这个基板的面积来积分 应该写成这样子的 于是呢 这个定律 我们就把它写成这样子的 OK 这个SIF Free Courage 一般都是这么写 所以 安培定律就改成了这个样子的 本来只有这个 现在多了一项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这么写 有的时候把 ε0乘到1这里来 就变成 partial d over partial t 它写法很多了 但是它 物理意义都只有一个 都是相同的 OK 这就是修改以后的安培定律 那么修改完了以后呢 那我们刚刚看的那一组 这组Maxual Equations 就变成这样子了 刚刚没有这个 现在有了这个 就变成这样子的东西 很了不起 你不要不要看在这一点了 不要看到只有这么一点点东西 有了这一组Maxual Equations 我们就发现 电场随时间改变 会产生磁场 磁场随时间改变 会产生电场 那么 我们就发现 如果我们能够在空间 产生一个变动的电场 随时间变动的电场 它就会产生磁场 磁场又会产生 变动又会产生电场 这就开始有了电磁波 开始有了电磁波 这一组Equations 已经两三百年了 没有缺点 没有缺点 牛顿定律不是用得很好吗 可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来 它就被修改了 它不适合于相对论的方位 就是说这个物体的速度太快 跟光速比起来 差不了多少 那么 牛顿运动运动定律不能用 后来量子力学出来 牛顿运动定律又不能用 量子力学说 你这个牛顿定律里头 你所有的物体 它的大小都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得见的 这么大 如果小到像原子这么大 牛顿运动定律就不对了 要用量子力学 所以牛顿运动定律被修改得一塌糊涂 但是这一组 没有人敢修改它 相对论也有了 量子力学也有了 它还是不动如山 那爱因斯坦就称赞这一组 这一组的equations 他说这一组的equations 是宇宙中最完美的一组 equations 宇宙中最完美的一组 那各位学到现在 学到一个最完美的一套 equations 你也不要把它记住 这会考 我跟你讲 这会考 但是你记它要怎么记 不能像背英文单字一找起来就把它背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不可以背 你要了解它的物理意义 了解物理意义 这个 E$DH是代表Electric Flux 多了一个这种积分就是通过封闭面的 从封闭面的钻过去 钻出来或者钻进去的总电通量 要等于Y0分至Q&Close Q&Close就是这个封闭面所包住的 这范围里面的电荷的静置 你要了解这个 OK 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看 我们刚刚讲的 Electric Displacement Current 它会产生磁场 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 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电容器 假定就是电容器的脊板是圆形的 就是这么大 圆形的 电流 从这里进来 那么这个地方会有一些电流 这个电流就是Displacement Current Displacement Current 就是这个 现在在这个范围里面 没有这一项 没有Free Current 只有这个 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 法拉第定律就只有这个东西 现在我们 还是这个图 我们看这个 法拉第定律 我们就在这个 这是法拉第定律 我们就在这个当中 这就是面积 这个面积就是 从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 画的一个圆形的面积 在这个当中取一个半径为R的一个 圆形的路径 因为你要对这个路径积分 对不对 路径积分 那么你做一个这样的路径呢 因为周围的电流 这个电流 它是圆柱状的对称 它不是均匀 它是圆柱状的对称 就是说它跟R有关 这个时候啊 这个上面这个上面的磁场呢 就跟我们以前用法拉第定律一样 它就是一个常数 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 那么我们取B场跟DL同方向 因为现在的这个电流 是出黑板面 或者你们出荧幕外面 出来的 所以用右手定则 B场就是逆时针方向 所以我们取B场跟这个同方向 积分以后呢 就变成B场 这是BDL B拿出来 DL就是二拍R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 它右端 右端我们就分成这个里面 还有这个外面来看 如果里面的话呢 里面的话 那我们当中取电场跟DA同方向 这个就是说这个方向相同 积分以后就变成这样子 变成这样子 如果电场 如果电场 对这个空间来讲呢 没有变化 整个空间没有变化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把μ0 ε0 这个都提出来 这个积分就变成πR平方 所以右端 所以右端 右端就是这个值 然后我们把左端跟右端相等 左端跟右端相等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得到B场 它是等于μ0 二分之二分之二 这跟什么很像啊 跟法拉第定律很像 对不对 前面我们不是讲过法拉定律的积分式吗 它用在这个β中里面呢 或者用在这个 一个圆形的距离里头 有磁场均匀分布 就这个样子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外面 二大于大二 也是这个积分 不过它的积分 现在不是从0到小R 它从0到大R 所以这个积分呢 就变成这样子的 那么B场就是这个 所以这两个 我们都要记起来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 这个时候的磁场啊 它是时间的 电场的时间变化率 可是在里头呢 它是跟R层正比 R越大 这个磁场越大 它外面呢 是跟R层反比 R越大 磁场越小 这个跟我们以前做 法拉第定律的心态 非常的像 所以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证明说 实际量测的结果 证实 电场随时间变动 会产生磁场 那这个就确定了说 这个Maxwell 所发现的这个 他推广的这个 安排的定律 是真的很有用 确实是 事实上是存在的 当Maxwell 修正安排定律以后 在1864年 首先就是他 他由Maxwell 这四个方程主导出了电场 产生的饶动 会在自由空间 以光束传播的 以光束传播 这就是 他如果有一个Disturbance 我在这里Disturbance 但是这个Disturbance 立刻就传播到好远的地方去 以光束来传播 那么我们就认为 这个就是电磁波 一直到这个1887年 你看经过了多少年 23年 Hertz 他就用震荡电路 真的产生了电磁波 这个是理论 这个Hertz 他真的产生出电磁波 然后又有Markoni 这些人 发明这个无线电报 电报 可以传播到 好长好长的距离 几百公里 以外去 那这个就是一个 产生电磁波的实验的图 这是一个天线 叫做电偶极天线 这个电偶极天线 就跟这个震荡电路 产生偶合 就是说这个震荡电路 当它达到这个 达到共震的时候 就是在共震频率的时候 这个电流会在这个地方 一下流过去 一下流过来 而且 就是说一种震荡电路 震荡 那么 这里 有线圈 有线圈 这个线圈会影响它 它也会影响它 于是它这里产生震荡的这个 电场 电位差 这里也产生电位差 于是这个地方就产生了 一下这里震击 一下这里负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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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这里震击 就产生了这个电场 随时间改变 这个电场随时间改变 就在周围产生磁场 那磁场也随时间改变了 因为电场随时间改变了 它又产生了电场 然后电场又感应出磁场 磁场又感应出电场 于是就产生电磁波 这个就是共震的时候 它的共震频率 从Mexual Equation解除自由空间行进的电磁波 在距离天线很远的空间 它是以天线为球星的球面波形态 向四面八方转波 当我们一个天线 你可以看到这个电台 它的天线 竖起来很高 它那个也是一种偶级天线 可是它出来的这个电磁波 如果距离这个天线不远的话 那它跟一般的电磁波不一样 它很远很远 就是说 当你的R远大于它这个天线的长度的时候 它的电磁波就是一种球面波 球面波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种球面波 那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一个电磁波的情形 比如说这个是电厂 电磁波它是什么 电厂的震荡 电厂在这一段时间是朝这边震荡 另外半周期朝这边震荡 再来又是朝这边震荡 再来又朝这边震荡 但电厂朝这个地方震荡的时候 它会在这个方向产生磁场 磁场 那通常电厂在这里磁场是这个方向 电厂朝这里磁场是这个方向 那么它有一个规则就是电厂 你手伸向电厂 往磁场的方向弯曲 大拇指的方向就是电磁波行进的方向 所以你看大拇指 手指头往这边伸 往这边弯曲 大拇指就是这边 如果小指头往这边 然后磁场朝这边 不是这电厂先来电厂朝这边磁场朝那边 那它是朝X方向行进 那么这个呢就是电磁波 它同时有电厂有磁场 这个磁场跟电厂都是随时间在改变的 那么从这里到这里 出现的重复出现 这个形状跟这个完全一样 那这个叫做一个波长等等 那这个其实它的波函数 就跟我们前面第一次讲的波的形态是一样的 那么为了方便说明 几千特取朝下X方向行进的一部分波数 朝这里行进的 我们现在假设波是朝X方向行进的 那么Y方向是电厂 那么H厂呢 就是Z方向 Z方向 它的形态你看 都跟我们弹性波差不多 它有个正伏 这个就是电厂的正伏 这个就是磁场的正伏 这个就是它的波数 这个就是它的波数 Angular frequency 都跟我们这个弹性波差不多 它的形状 就是波函数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不去导出来 因为你要导这个式子 不是不可以导了 要用到向量的尾分 那我们还没有学到 所以就不去导它 我们就把这个记住 那电视波里头有电厂 有磁场 我们一般都是把电厂拿来 拿来这个 当作是一种 就讲电视波 我们就是讲它的电厂 其实它还有磁场 我们就是没有讲它而已 这是电厂的正伏 这个是磁场的正伏 这个是磁场的正伏 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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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